一半 名簽后 族人奋力往前滑 这是一年一度 蓝营海洋杯 传统平板洲竞赛 二号在野营 部落滩头盛大举行 吸引了大批族人及游客 前来共襄盛举 齐朗很高兴有不少年轻人 加入滑平板洲行列 这次的竞赛项目有 单人洲四百公尺 雙人洲八百公尺 即使竞赛 还有最精彩的十人洲 越野即使竞赛 各部落选手在大太阳底下 賣力争取好成績 人家受伤 年轻人也不放弃 为部落付出 不在乎成績输引 凝聚部落族人之间情意 就是活动目的之一 在传统十人平板洲 最后一艘船滑进终点线后 也为这次活动画下完美据点 游戏新闻 下面一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道